是藝園的媽媽 今天看到大家的自我介紹 我覺得好感動 就是不覺得 眼光也覺得有點濕濕的 對 因為我覺得你們好厲害 你們在這麼小的時候 就已經有 很多人就已經有非常明確 如果以後長得想做的 假如我小時候 小時候因為我自己本身學藝樂 我們小時候就真的只有 你們這個年紀 我都只有在西方裡面練習 大家在玩 大家在去哪裡 我們就只有在西方練習 當然我們小時候都會想 動大我會覺得說 我好想以後當作 國際舞台上面的演奏者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漸漸長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 每個人的機遇 或者是機會 能力 都會影響到你對於自己的 夢想的實現 那從我覺得我很幸運的 我們是當作的 一種音樂的老師 那我可以藉由我 來介紹音樂給國際的學生 然後讓他們發現 音樂裡面的樂趣跟很好 那我非常羨慕就是說 大家有一些同學都已經非常的 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跟方向 而且也一直在找這個方向去錄定 那我也想跟我們家小朋友 講一下話 雖然說他自己對自己的夢想 會覺得說他好像在家裡面沒有得到 不過我也是非常希望說 在爸爸媽媽讓你學習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你只要願意學習 願意去參加 願意去探索 我相信你還是會有自己的夢想 好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